本科经济学专业GPA3.40 录取各大商业分析硕士 同学们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本科学经济学 然后申请多国家地区的商业分析和经济相关研究生的一个案例 这个学生是我2019秋季入学的一个学生 就几年前的了 咱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申请的 然后他的基本背景我稍微介绍一下 他本科是在国内的复旦大学读经济学专业 本科的GPA是3.40 然后他这他的成绩单 我把他的课程什么的基本信息打码了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鼠标晃动的位置是3.40 他的GPA经济学专业 然后他的托付成绩呢就是101总分 然后呢口语是略低了一些22分 不过好在我们申请了美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目标项目呢 他的语言成绩都是够用的 达标的 OK 然后呢他的GRE成绩还是比较高的 GRE呢考了三次 最后刷到了330 这个分数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写作3.5 OK 这就是他的基本的硬性背景 然后录取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第一个录取呢是在2019年的1月15号 拿到的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学的录取 这是他的录取邮件 OK 然后第二个录取呢是在3月18号 2019年的3月18号 拿到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的录取 那个时候其实新国立的经济学就已经分了两个方向了 然后咱们申请的是他的应用经济学 就是职业导向的这个项目的录取 OK 这是他的邮件 然后第三个录取呢 就是他最终选择接受了并且去入读已经毕业了的这个项目 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和商学院联合开 联合开办的这一个商业分析硕士 也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商业分析硕士之一 那么申请难度呢也是非常非常高 这个项目呢 这是他当时录取的offer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基本上就是包括他当年录取的时候 实际上3.4GPA能进去的应该属于很罕见的了 很少很少的 然后再下一个录取呢 是香港大学的 就是在2019年的5月3号 收到了香港大学的商业分析硕士录取 这个也是中国香港地区最好的一个商业分析项目了 然后也非常热门 OK 这是他录取邮件 录取录取信 然后呢 最后一个录取是在2019年5月7号拿到的 盛路易斯华盛顿奥林商学院的商业分析录取 这个项目呢 也是我们其实是在第二轮的时候申请的 后面呢 是被延期被放到等待列表上 然后在最后5月份的时候才出的这个offer 然后呢 我们当时申请的是金融技术金融科技那个分析方向 这是他的录取信 OK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案例呢 就基本信息在这里 然后稍微补充的就是呢 经济学专业啊 本科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想申请的时候 你们选择其实也很广 研究生你不仅仅可以学经济 你申请商业分析 这也是个很常见很热门的方向 申请金融 申请量化类的金融 金融科技啊 金融工程啊 金融数学 都是可选的方向 但是你在这些方向上 你有多大的竞争力 你是否能顺利完成学业 这很大程度也要看你本科期间的一个选科结构 所以你如果说想要朝商业分析 或者是金工金素类的方向走的话 数学统计和面向对象编程语言 这些相关的能力技能是比较重要的 这些你要有针对性的去加强 好吧 然后呢 另外就是申请多国家地区 其实是很常见的 这在我日 在我这里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那么完全可以 包括申请多方向 也是完全可以的 结合你自己的学术兴趣和职业目标 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你可以按需考虑 你要申请哪一些国家地区 哪一些学校 哪一些项目 好吧 OK 祝大家的申请学业都顺利 找工作也顺利